好 您看到了 嘉東鄉到現在 包括了溫峰村 整個都還在淹水 鄉公所也收容不下 上百位的災民 國軍特別借出了 他們的泡兵營墟 來幫忙安置災民 而有了七身的地方 每一位鄉民都很感激 他們說 吃得比阿兵哥還要好 不過小朋友一想到 淹水的畫面呢 用畫筆畫了一個累人而說 現在無家可住 哭慘了 終於有地方住了 小朋友很開心 對著鏡頭畢業 儘管營區資源少 畫畫只能一人一支筆 小朋友照樣很嗨 開心歸開心 但是一想到家沒了 小朋友同言同語 換了這個累人而 寫著剛起床就淹水了 淹到二樓了 無家可住 哭慘了 讓人不禁鼻酸 台風重創加東鄉 戰功所容不下這群災民 暫時安置到 國軍炮兵訓練營區 也讓災民很感激 我們吃冰 別讓它好 別讓它吃冰 別讓它吃冰 我們吃冰 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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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啦 好 這樣啦 一整的護士幫忙災民包傷口 災民裡頭髮 還養營區裡的 理髮媽媽免費剪頭 只是加毀了 什麼時候才能再回去 災民無奈 只能走一步 算一步 週內新聞屏東綜合報導 超級先在先 含下 那邊 我 我 我 谢谢大家